年轻的妻子离家三年咬胡音信 母子相见时竟然互不相认 女子为何要离家出走 夫妻俩的婚姻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 庭审现场即将播出三年未归的母亲 遵义是煤坛县位于贵州北部 这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 山清水秀风景优美 被誉为贵州高原上的一颗明珠 也是全国重要的茶产区 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 这里农村大部分青壮年男女 都选择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挣钱 也只有过年的时候 这些美丽山村里才会出现年轻男女的身影 201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九 煤坛县人民法院何德云法官 陪着一名年轻的女子来到了煤坛县高台镇三连村 而这名年轻女子的回村却引起了整个村庄的轰动 这名年轻的女子叫杨萍萍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这次是特地回到村里 看望自己的孩子的 没有想到的是 年轻的妈妈竟然不认识自己的孩子 而两个孩子也不认识自己的妈妈了 那么杨萍萍为何要在煤坛县人民法院的 法官的陪同下看望自己的孩子呢 原来杨萍萍在2016年1月向煤坛县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这次回家则是要起诉丈夫要求离婚的 原告离开那个家庭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在这三年的时间呢 双方一直分居 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原告自始终中没有对孩子尽到任何的抚养义务 27岁的杨萍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而杨萍萍上次看到自己的孩子竟然是三年前 再加上孩子又小 这也难怪母子相见时竟然互不认识 那么杨萍萍为何抛家弃子三年不归 她又为何要在三年后起诉离婚 法院又会如何审理此案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评审现场 2016年2月16日 天空依然阴沉着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南方天气的阴冷 上午9点半 贵州省煤坛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了此案 确定起立 请起慢打 报告出慢打 原告杨萍萍委托冯波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 被告胡德建是杨萍萍的丈夫 今年40岁 比原告杨萍萍整整大13岁 他委托了法律工作者李峰作为其代理人 杨德建的哥哥杨德兴也作为被告代理人 坐在了法庭上 贵州省煤坛县法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 第143条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杨萍萍诉被告 胡德建离婚继婚一案 现在开庭 首先由原告及诉讼代理人 陈述你的诉讼请求 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可以宣读你的起诉状 名字起诉状 原告杨萍萍 被告胡德建 按由离婚纠纷 诉讼请求 第一判令原被告离婚 第二 婚生小孩 胡安海 胡安红 由被告抚养 第三 案件送礼费 由被告承担 原告杨萍萍在起诉书中称 原告与被告结婚后 分别于2009年3月和2010年12月 生育了两个男孩 由于原被告双方认识时间较短 相互了解不深 便草率结婚 导致婚后双方未建立起真挚的夫妻感情 2012年11月 原被告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严重争吵 从此以后 双方便异地分居长达三年之久 至今未有任何联系 导致原本就较差的夫妻感情彻底破裂 原告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 义无继续共同生活的必要 据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次梅团县人民法院 起诉人杨平平 2016年1月20日 诉讼宣读完毕 原告杨平平认为 双方结婚时没有相互了解 仓促结婚 夫妻感情破裂 因此要求离婚 那么被告胡德健 对于妻子杨平平的离婚要求 是怎样的态度呢 原告本人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内容 没有 下面由被告方进行答辩 同不同意离婚吗 不同意 不同意离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认识 大家夫妻关系都好 从来没有吵过没有打过 所以都不同意 不同意离婚 因为夫妻关系一直比较好 也没有争吵过 就不同意离婚 是啊 没有争吵 法庭上作为被告的胡德健称 他们没有争吵过 因此不同意离婚 为此 杨德健的委托代理人 又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我认为 从原告的诉讼上 能看出 原告原必告之间 他这个夫妻感情并没有破裂 为什么 他是2008年 2008年的事与建设认识 他们搬离结婚证的时候 建设是2014年的三月 因为在这两年之中 是已经足够的说明 他们之间的了解 非常的 非常的 对于这个了解 他们了解足够有足够的 这个夫妻感情存在 年轻的妻子离家三年 杳无音信 母子相见时竟然互不相认 女子为何要离家出走 夫妻俩的婚姻 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三年未归的母亲 胡德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煤炭人 2008年4月 经过亲戚的介绍 32岁的他与刚满19岁的杨萍萍相识 虽说两人相差有13岁 但胡德剑却很快 与杨萍萍确立了恋爱关系 不久 两人就同居在一起 我们去他家之后 是 住在一起呢 还是先了解一下 然后或者是 按荣村的那种风修习惯 举行一下 那个结婚仪式呢 住在一起了 去他家之后 住在一起了之后 有没有办那个结婚仪式 当时还没有 还没有 跟他住在一起 好像应该没有一个月吧 我们就办那个结婚仪式 到达家去 从认识到办那个结婚仪式 有多长的时间 最多就一两个月吧应该 2009年3月 胡德剑和杨萍萍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那时两人还没有办理正式的结婚手续 2010年3月 在第一个孩子一岁时 两人在民政局补办了结婚手续 2010年12月 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 你们从认识到住在一起结婚 然后到生小孩 第一个小孩 这期间两国的关系怎么样 还是有没有分开 就是说外出打工啊 或者是分开 居住啊 这些矛盾啊 有没有啊 当时没有 当时没有 两个开始感情还可以 是这个意思吗 嗯 从2008年开始认识 到第二个孩子出生 胡德剑和杨萍萍两人一起生活了三年 在这三年当中 两人都说婚姻生活还算和谐 两个孩子出生后 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 为了生活 夫妻两人离开家乡 到外地打工了 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一起到福建打工是吧 什么时候去的 到福建打工 应该是我大的个儿子都生了那时候 大的个儿子 他是09年生的 他是09年生的 我们应该是010年去的 10年 10年 领了结婚证去的还是没领结婚证就去了 那时候 我也不再见 好像是领了结婚证才去的 领了结婚证就到福建 两个 你们两个就一起到福建去打工了 是不是 对 我在那里带小孩 他在那里上班嘛 外出打工 丈夫胡德剑干活 妻子杨萍萍带孩子 一家人虽然背井离乡 但也算是团聚在一起 那么两人的婚姻 又为何出现问题呢 我妹妹那时候在那边上班 也工资也不算很高 有一次她说 她打电话给我 她说她还没发工资 叫我给她一点钱 然后我说给她一点 他们不同意 所以后来就因为那个事情也吵了一架 有一次我爸爸去 连我爸爸去都没有他家的人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尊重我爸爸 所以我想到这些 我就觉得跟他过起来没什么意思 原告杨萍萍称 在福建打工期间 被告胡德剑对她的妹妹和父亲都不尊重 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 那么被告会认可原告的说法吗 她爸爸和她妹妹 但我家里我从来没有什么意见反应过 就是说对她很好 被告胡德剑说 她并没有对妻子杨萍萍的家人不尊重 也没有像原告所说的那样不给原告妹妹钱用 那么为何两人会走到如今这一步呢 原告又是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呢 被告方就是继续在外面打工 找钱 后来她回来之后因为什么原因呢 就双方就分开了 也是因为感情不和嘛 感情不和就就是 我记得有 她回来我跟她说过 我说我脚痛 我那个脚不是经常脑上爱痛 我也就 所以她在外面 我在带小孩 有时候偶尔痛一点点的话 我也没管她 她回来我跟她说过两次 第一次我跟她说 她也没有怎么说 第二次我说我脚痛 我说你给我一点钱 我去每天看一下 她 我叫她给我五十块 她连五十块都没给 当时我在生气的情况下 我就出去了 那时候我就去打工了 我就没回去了 大概是哪年的时间 大概应该就在 2012年那个时候嘛 按照原告所说 她与丈夫胡德剑的矛盾 主要还是在用钱上 2012年 杨平平已经没有在外打工 而是在家带孩子 两人的矛盾 因为胡德剑不给她钱看病而激化 好多次都是因为钱 对啊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 你们两个一起外面打工的话 就是一个人带小孩 一个人上班找钱 那她一个月有多少的工资 她那个 她打了 她打那个石头的话 一个月随便 都有三四四千多吧 应该五千吧 被告方你讲一下吧 你就是她刚才讲的那些 关于钱的问题 你是因为这个 经济困难拿不出来 才不给她呢 还是因为觉得 心里面就压根就不想给她 不是 是这样 那个是经济疑似困难 而是 她这样子说的啊 她就是说 她说她的脚痛 我就说 那个农村的风修嘛 我说 她当时 在家里喊脚痛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这个 那个农村的风修嘛 怕是那个 那个建嘛 我的意思 教育个人跟她收一下 她去 我去找那个人 她说 睡觉了 睡觉了 她就回来 回来她就和我讲 她说 我明天 她说 我到美团去 她叫那个 标准了 你去见她 她是一位 两个孩子的母亲 却离家出走 三年未归 年轻的母亲 为何如此无情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她要抛弃家庭和孩子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三年未归的母亲 杨平平 自从19岁那年 与胡德建认识之后 两个人就组建了家庭 并且先后生了两个孩子 最初的两年 夫妻两个 一个打工挣钱 一个照顾孩子 生活中的磕磕碰碰 无非就是用钱 和对双方家人的态度上 这样的矛盾 大部分夫妻都会遇到 然而在2012年 原告杨平平却一声不响的 突然离家出走了 从此杳无音讯 那时两个孩子 一个不到四岁 一个才两岁 一晃三年过去了 这三年中 胡德建再也没有见过妻子 两个年幼的孩子 也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那么这三年中 杨平平究竟去了哪里 她为何连个电话 都不给丈夫和孩子打一个呢 妻子杨平平离家出走那天 是2012年的冬月初四 按杨立算 应该是12月16日 这三年来 胡德建一直把这个日子 牢牢记在心里 从这天起 她就开始了又当爹 又当妈的日子 为了赚钱养家 她不得不到外打工 年迈的父母 则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费告 刚才原告讲的 你们两个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分开之后 你讲一下你们之间的那些变化嘛 就是说 她有没有管过小孩啦 你们家庭成员 比如说 你的父母啊 这些 因为这个 你可以讲一下 你今天可以 因为现在是 请问这一段 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就可以 情商说都可以的 嗯 从他从最后 来跟父母 他一定会关注 小孩 父母也没问过 小孩也没问过 是啊 那两个小孩 带到和你的父母 一起带到福建去以后 你也是一个人打工 照顾他们四个 是啊 那现在那个小孩在 你也是你父母在带呢 还是 我父母带嘛 你现在你 父亲 我父 我父亲现在死了嘛 你父亲已经过世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什么时候去世的 差不多三年 差不多三年 你母亲现在年纪多大了 你母亲现在年纪多大了 差不多 差两岁八十了 差两岁八十了 嗯 那两个小孩 就是现在你 你的母亲 差两年八十的那个母亲 在老家带 是啊 胡德建说 因为妻子杨萍萍的 离家出走 刚开始的日子里 她到外地打工 不得不带上父母 和两个孩子 那么这三年中 杨萍萍究竟 在哪儿 她为什么完全不顾 两个亲生孩子呢 在你们分开之后 2012年啊 她就是走了之后 到现 到你 到现在 这期间 你有没有回去 带过孩子 或者看过老人 或者是给他 寄一点衣服那些 没有啊 从2012年到现在 就是到我们现在开庭嘛 这中间这几年的时间 有没有回去 关心过你的两个儿子 没有 那你平常有没有打电话 联系 我也没打电话 联系就说 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担心他 钱够不够用啊 有没有通过直接打电话 或者是其他人转达呀 这些方式 没有 因为当时 他刚才说 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手机关机 因为我手机掉了 所以才关机的 因为我的号码 全部在上面 所以经过那一日之后 我手机掉了 我就没有他们号码了 后来我 他刚才也说了 我在浙江的时候 我发了一个信息给他 你没有就没有打听过吗 我没有 没有打听过 那这几年 你在干什么呢 在外面打工嘛 打工 打工 然后就自己赚钱 就自己用 就没管其他什么事情啊 没有 那我也工资也不高嘛 就是说这一般的工嘛 一般工资多少钱 一个月嘛 就算几千多块 一千多块 那个样子 一千多块钱 对啊 我也没有文化 我也不会什么技术啊 我也做不到那些 妻子杨平平离家出走后 胡德剑的父亲不久就去世了 胡德剑说 这一年的时间里 由于年近八十的母亲 也没有能力照看两个孩子 她只能自己在家照顾孩子 家庭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 那两个小孩现在 有没有上学啊 那些 上熟了吗 上学 是 大的个小孩在上小学 还是幼儿院 大的个 读了 读一年级吧 读一年级 小的个在幼儿院 大的个读一年级 小的个幼儿院 是 平常他们上学啊 生活啊 大概就是需要多少钱吧 每个月 需要多少钱 哦 大那个儿子现在要上学 都是费用不很高啊 但是西那个儿子 现在费用比较高 幼儿院那个比较高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啊 或者是美国院有点什么固定收入一些 没有 现在你人在高台还是在外面打工啊 现在在家嘛 在家务聋 是啊 现在也没有什么费嘛 哦 我现在 就算两个儿子 我老妈已经 八十了啊 哦 已经带不动了 但是 我只有在家里 把小孩带住 但是没有办法 生成了 对于胡德剑来说 如果杨平平还像以前一样 要无音信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生活起来将十分困难 其次杨平平终于出现了 她没有想到 两人分开三年后 再次相见 竟然是在法院 原刀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每个月有 有没有固定的收入 也有 也不固定嘛 就是 现在就是按你打工嘛 现在在外面打工 每个月大概有多少钱 每个月大概就 一千四五百块 那个样子 一千四五 一千四五百块钱的样子啊 对啊 因为你的起初 当上写了一个哈 就是 两个孩子有被告抚养 但是就没有写 关于抚养费的 你现在讲的是 如果说 被告愿意抚养这个孩子的话 你愿意支付抚养费 抚养费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就 每个孩子多少钱 每个孩子多少 啊 大概就在五六百块嘛 每个孩子五六百块 对 原告杨平平说 自己收入有限 因此提出 孩子仍由被告 胡德剑抚养 他每月给每个孩子 六百元的抚养费 那么对于原告的要求 被告会答应吗 抚养费 就是说 假设你婚两个孩子 都由你抚养的话 就要求他付抚养费 抚养费 大概你要提一个金额 大概多少呢 两千嘛 是两个孩子两千 还是每个孩子两千 他是一个月 我们现在讲的是 按月计算的那种 一个月嘛 一个月 是一个孩子两千呢 还是两个孩子两千 你同时我觉得 你要考虑 要衡量一下 这个原告他的经济 和职业的情况 就是那个两个孩子 两千块 两个孩子每个月付两千块 是啊 我觉得 这是你们双方 都要考虑的问题 原告你先讲嘛 你觉得哪种方式 对这两个孩子更好 我说嘛 但这个小孩 我刚才也讲到了 我的经济情况 但小孩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 他要我 两个小孩 我付两千块 那应该是不可能的 妻子三年未归 可想而知 这三年来 作为丈夫的胡德健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还要挣钱养家 过着是怎样煎熬的日子 虽然这次 他与妻子是在法庭上相见 但是能够看到妻子杨萍萍 给自己和孩子一个说法 总比这样杳无晕训的好 那么当年 原告杨萍萍 为何会离家出走 而且三年来 对孩子不管不顾 真的是因为家庭琐事 引起的吗 让我们继续关注 接下来的举证 致证 下面由法庭 组织双方当审 进行举证 致证 究竟胡德健和杨萍萍之间 有着怎样的婚姻 是不是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为琐事吵架呢 接下来 法庭上出现了一个证人 那么这个证人究竟是谁呢 你和本案的原被告双方 是什么关系 姐妹 和谁是姐妹 是唐的姐妹呢 还是同胞的姐妹 亲姐妹 亲姐妹 是吧 亲姐妹 出庭作证的是 原告杨萍萍的亲妹妹杨小敬 那么她对于自己姐姐的这段婚姻 会做出怎样的证言呢 你有没有看见过 或者听见过他们发生争争 有 哪年 比如说 大概年份清不清楚 不清楚呢 生孩子 生孩子以前的 还是生孩子以后 就在家常时 就是伴侣是登场的 但是你说的亚中男 我也不晓得 就是他都直接说的 他和我说的 他们感情不好 伴侣那个东西 都是两夫妻之间都有了 从他 从他结婚到现在 这几年的时间 你有没有看见过 或者是听见过 他们两个 原被告双方 发生纠纷 争吵 或者其他方式的 矛盾 有没有 有没有看见过 或者是 看见过 我其实没看见 听 我只是听到 我还真是 听 在一起的时间 我其实是 时间不长 我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不高于四成 有一次在福建 对 我和我接的时间 都在一起是很少 他在一房 我在一房 那你怎么知道 他们双方发生纠纷的呢 那时候就是 就是在福建 听他们平时 伴侣啊 一个东西都说 是很正常的嘛 证人杨晓静称 自己其实和姐姐 杨萍萍并不是 常在一起 只是偶尔见面 对于姐姐 丈夫之间的矛盾 大多 也是听姐姐所说的 那么对于 姐姐一家 出走三年不回家 这件事 她又有 怎样的证言呢 那原告方 有没有在这三年的时间 就是承担 相应的抚养衣物啊 比如说 给她一定的抚养费钱啊 买衣物啊 这些有没有 这个我就不熟的 这个你就不清楚了 她自己的事情 我这个就是没有 多过问 嗯 你还有没有 除了我们 呃 原被告双方当神 还有法庭向你提问的问题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内容 需要向法庭承受 其实我向法庭承受呢 我就说 她那边 她那边 被告双方 我也去刷过 其实阿松 我不是很理解 但是平常阿松 他不管你 他旁边的兄弟也好 哪个也好 说话那些 但是我都觉得 很没有怕我们放在眼里 就是说话 不管他那些资女也好 资女也好 说话其实确实有点过分 证人杨小青的证言 证明姐姐杨平平 与胡德剑之间 确实有些矛盾 那么杨平平的离家出走 真的是因为前面所说的那样 是因为胡德剑 没有给杨平平前去看脚痛吗 胡德剑说 杨平平在法庭上的说法并不真实 他对杨平平也一直很好 那么杨平平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出走呢 原来三年前 杨平平带着两个孩子 回到了煤坛参加一个婚礼 一天晚上 他把孩子放在外公家玩 自己一个人在家睡觉 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 当时胡德剑正在福建打工 听说这件事后 赶紧回到家中 因为是自己的亲戚 因此胡德剑希望这件事私了 却没有想到杨平平竟然因此 一去不回 妻子离家出走三年不归 无情的行为背后竟然另有隐情 法庭辩论 原被告会有怎样的意见 法官究竟如何进行调解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三年未归的母亲 法庭辩论 法庭调查结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注重法 第141条的规定 下面进入法庭辩论 本庭根据法庭调查的安全事实 归了法庭辩论的焦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就只有一项 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 双方对本庭归来的辩论的焦点 有没有意义 是否需要补充 原告方 没有 究竟原被告夫妻感情是否已经完全破裂呢 对于这一辩论观点 原告方的委托代理人会进行怎样的阐述呢 第一点 原被告双方的夫妻感情 本身来讲 它的基础是较差的 他们是2008年的4月的时候 就能介绍认识 然后刚才通过庭审 他们已经讲了 他们认识几天之后 就住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 他们对双方的这个了解 是比较缺乏的 而2008年的时候 原告杨平平 他的年纪仅有189岁 可以说 那还是一个懵懂不懂事的一个年纪 原告代理人认为 杨平平与胡德剑结婚很仓促 再加上那时杨平平还不到20岁 对于婚姻家庭的责任 还没有充分理解 而且被告胡德剑 对杨平平的家人缺乏尊重 因此才导致今天这种局面的发生 原告杨平平 从2012年 2012年以后呢 才到外面打工 在这到至今为止呢 已经三年多了 双方没有任何的联系 也就是说 他们在这三年当中 没有任何的这个感情年度 原告代理人认为 杨平平与胡德剑夫妻感情 已经彻底破裂 那么被告代理人 对于原告的观点 又会如何进行答辩呢 被告的代理人认为 由于原告杨平平 三年来对这个家庭不闻不问 因此被告只好放弃这段婚姻 但要求原告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如果要你那个2000块的抚养费 就是你自己和亲 一个月 反正不到18岁 到以后那个小孩 上学 被告提出 每月原告必须支付两个孩子 2000元抚养费的要求 原告会认可吗 原告刚才已经重述了 他现在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是1145 那么他一年 也就是一万块钱 他每个月 要向两个小孩支付2000块钱 那么他自己的生活 法庭上 被告基本认可原告提出的离婚请求 但原被告双方 却对杨平平每月 到底给多少抚养费 产生了分歧 接下来 法庭将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 那么最终会达成 怎样的调解意见呢 法庭调解 现在宣布休庭 这样子 我们分开调解一下 被告方 你们就先留下 原告方先到这个 外面等一下 好不好 为了能够更方便的做调解工作 法官决定 对原被告双方 分开进行调解 看他那个样子 估计他 你说每个月2000 确实有点高 因为从我们 这一年和去年 处理的案件来说 这个预示是比较清楚的 他也处理过案件 我就跟你讲一下 就是说 从我们当地的生活情况 在没有正常工作的情况 他这个文明 我们去年判决的 那个抚养费是500块 500块 每个月 我不骗你 因此 每个月500块 你就可以开查的 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 经过何德云法官的 西法名理 被告胡德建 同意了原告提出的 每月每个孩子 600元 抚养费的方案 而后 何法官又做起了 原告的工作 原被告双方 终于达成了 双方都认可的调解意见 法官当庭 宣布了调解结果 现在继继续开庭 现在继继续开庭 经本院主持调解 双方当事人 自愿达成了如下的协议 其第一条的内容 双方最轻 如果有意义 请提出来 第一条 原告杨平平 与被告胡德建 自愿离婚 第二条 婚生子 福安海 福安红 由被告 胡德建 抚养 原告杨平平 自愿 从2016年6月起 每月28日前 支付抚养费 每人600元 至福安海 福安红 年满18周岁制 现在 宣布必停 一起离婚案 终于有了结果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无论父亲双方 是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还是离婚以后 都应当对家庭 尽到一份责任 这种责任 除了夫妻之间的责任 和义务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是对子母的责任 而对孩子的责任 不仅仅包括 经济上的基因 还应当包括 父爱和母爱的基因 不能让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 感觉到爱的缺失 不能让孩子 幼小的心灵 留下阴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西齐 咱们下期 听试现场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